豆子好唱 我說要跟你求婚 看鳥香就是笑著 可能這一年 我還是希望她先把自己照顧好 這是我現在最在乎的事情 我現在回頭看的時候會覺得 天啊 那個時候我是怎麼撐過來的 可是現在都會覺得 當面對困難的時候 很多女覺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現在都撐過來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想放棄的話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你會發現自己有無限的可能 網路上的網友會有很多 可能正面的負面的意見 對於那些負面意見會一直走心或是 會啊 一定會 以前的話會氣得牙癢癢的 就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 你怎麼那麼不了解我 但現在我覺得我會比較強悍跟保護 因為像現在有時候 男朋友給我看他的手機 他就會說怎麼會有酸民 會有死人私訊他 叫他怎麼不去死一死 這種話 真的很多 然後我會真的馬上強悍起來 就會把它封鎖刪掉 就說這些留了你以後都不要看了 因為這對你的生活不會有幫助 以前會想要去回去距離力爭 會覺得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現在我就會覺得 只要這些對我的生活是一個負擔的話 我願意全部屏蔽掉 柳哥好像有說要跟你求婚 但你好像就是笑一笑 當時他怎麼跟你說呢 他就是可能這一年 他還怕我跑掉了吧 因為太多錯著跟太多困難了 他就會說你會不會就這樣不愛我了 或是你會不會拋棄我 我當然就說不會啊 最辛苦的都過來了 不過求婚這件事 我還是希望他先把自己照顧好 這是我現在最在乎的事情 其他我真的都覺得是小事 因為你面臨了一別的生死關卡之後 你會覺得其他事情真的都是小事 所以你什麼時候還會準備好要講解 先把他的身體調養好 然後讓他可以真的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上了工作軌道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是住在一起啊 然後每天都一起生活 有沒有這個儀式 對我來講好像沒有很重要 最好的狀態還是有一段距離要過 目標是100分的話 他現在是百分之幾 他現在應該已經有90了 對 連醫生都說是奇蹟 然後醫生說我們真的做得很棒 哇 我其實沒有什麼照顧技巧 因為我覺得這一年很像 單親媽媽帶小孩 就是錯誤中學習 很像真的是單親媽媽開著車 帶小孩去幼稚園一樣 這一間不適合我們去找下一間 下一間不適合再找下一間 我覺得只要積極面對的話 你會很快發現問題在哪 很快就會解決它了 對 不要拖過一天是一天 這是最重要的 譬如說今天他可能跌倒了 我會跟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這樣真的很棒啊 我們還可以扶你什麼的 每天現在就是很像 丫鬟鬥老爺一樣 就真的… 真的讓他更開心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這一年的感情 一份加緊密 會不會講說 先去登記再辦會 他不會耶 我們現在就住在一起啊 好像不差那一步的步驟 對… 所以是不是他當天講才知道 他說蛇又要扶紅是不是 全部人都嚇到 可能連附近醫師自己也嚇到 想說表弟好像不是這個時候 然後他下來之後 我就說你怎麼會突然 腦海裡面有這個 就太開心了啦 對… 對… 忘記自己還要繼續復健這件事 有療程度來說是簡單還是難 越來越辛苦 當然一開始是簡單啊 一開始就是訓練 可能拿筷子吃飯啊這些 對我們來講簡單的東西 對他很難 可是現在強度也越來越加強 我就想說這一年的訓練 會不會有一天變馬東矢了呢 因為現在會有綁千代的訓練啊 會要訓練他的核心啊 肌耐力的 所以會越來越訓練 我就說他這一年是歐巴養成績 也變瘦了 然後每天幫他擦保養品也變帥了 然後這還就是訓練體格了 真的變歐巴了 所以你真的覺得他越來越帥了對不對 我每天看到他都覺得好看 不然怎麼撐 都已經驕傲五年多了 對啊 如果每天看到他 越看越不好看 可能應該也走不到今天了 對 曾經有說怎麼放棄 一定會啊 他就說好累喔 我不做 然後我就說拜託拜託你做一下 做一下就說好壯喔 因為孟柔就一直這樣 他就會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然後胸膛越來越挺 就會這樣 對 每點都是靠你的手 就在前面 對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